大家好,我是阿宇 这个季节非常的适合做米酒 温度适宜 做出来的米酒酒香浓郁 不会长黑毛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一斤的糯米隔夜浸泡 泡好的糯米更好蒸熟蒸透 把糯米清洗几遍 洗好的糯米更加的晶莹剔透 做出来的米酒更加的清亮 洗好之后控干水分 放进电饭宝的蒸隔里面 摊平整,扎一些小眼 放进电饭宝里面蒸 用电饭宝的话蒸45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所有需要用到的器具 用开水烫一下,消消毒 去掉里面的杂菌,不会长黑毛 蒸好的米饭检查一下 一定要里面没有夹生的 蒸好的米饭苛苛分明 非常的晶莹剔透 然后再倒进消过毒的容器里面 用铲子翻动一下,放凉 不要过度的搅拌,以免糯米发黏 再来准备酒区 我一般用这种古法的酒区 做出来的米酒更加的香甜 只需要四分之一个就够了 用勺子将它压成粉末 糯米量到不烫手的时候,加入250克的200开 让每一粒糯米饭都吸足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米酒,酒水会更加的风盈 拌匀之后,看不到水的时候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撒酒区,边撒边翻拌 不要把所有的酒区都撒进去 留下一点 撒酒区的时候也不要贪多 量太多的话,做出来的米酒容易发酸 然后用勺子给它压平整 用筷子在中间套一个小洞 可以方便观察米酒的出酒量 表面再撒一点刚才留下来的酒区 盖上保鲜膜 盖上盖子 20多度的天气,不需要包 直接放在桌子上面 等待大概两天左右 看到里面的酒水已经出来了 并且闻到非常浓郁的酒香味 往旁边再加入100克的200开 如果你不想要太多酒水的话 也可以不用加这一波 直接就可以开始食用了 加好水之后,盖上盖子 再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碗 就可以开始食用了 你看,这个时候酒水是非常丰盈的 做出来的米酒非常非常的清亮 而且香味浓郁 没有放一点糖,自带香甜 其实需要的就几步 大米一定要蒸熟 器具一定要消毒 温度一定要合适 一定能做出香甜美味的米酒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